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晨映投资密码 因为我们常常聊到说呢 海外投资很重要 特别是从全球的角度 这个不止海外投资呢 包括对你的台股的投资的话都有帮助 不过我们如果说真的 想要去做全球性的布局的话 那么我们要想想看 自己适不适合 就你适合做海外投资吗 谁适合做海外投资 我们来看下一页 我会建议有两种的族群 第一个 你的这个投资 对台股的话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呢对海外的话 是完全陌生的 那这些呢 你投资原本集中在台股的 比如说一般的朋友的话 请记得要分散风险 换言之 对台股来讲呢 如果台股表现不好 那么其实呢 全球还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去做留意 或者是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商品或工具 接着如果您的资产 几乎都是在台湾 像我们讲说 哇这个有土地啦 有房子啦 好几间啦 叫做残缴啊 那你反而 有面临一个风险 为什么 因为你的资产全部啊 都是在这个 台湾这边 如果说比如说 房地产的回档啦 或股市的这个重挫啦 资产会出现很明显的缩水 或者说科技新贵 科技新贵的话呢 因为啊 以前的有员工配股 那么现在的话 有一些分红 那么当然有些还是要需要自己去做认股的 但是他在科技的持股 而是科技在台湾上市的这些公司的持股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 当出现震荡的时候 这时候就风险 所以啊 像这两种的人啊 基本上是需要来分散您的风险的 这个时候呢 就是你有这个必要性来做海外投资 特别是我跟投资朋友提过一个情形 台湾的股市很有趣 很值得去做研究和留意 同时很多投资朋友在上面赚了钱 不过台湾的股市呢 特定集中在电子股 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我们看下一页 好 以这个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这个基金来讲的话呢 电子差不多占50% 所以我们看 像半导体啦 然后呢 像这个其他电子啦 那么这些族群的话都是属于电子 电子通路 所以我们把这些电子 跟这边的电子的话把它加起来 各位将近50% 也就是说呢 这个股市里面将近50%的电子 合不合理 就是跟其他的国家股市一样吗 在发展下去会不会这样子呢 我们再来看看 下一张的投影片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流行啊 买ETF 不管是退休理财或者是说呢 还要去做投资 觉得跟指数投资就很好了 那ETF呢 里面的话台湾50%因为上市的9% 所以有更多投资人的话呢 投资台 ETF是以台湾50%为主 但是台湾50% 池股大概电子股差不多三分之二哦 哎 这又比指数还要高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产业里面偏电子 而电子里面的话呢 又出现了像台积电 大立光 鸿海 好那么这样子的好特别 股本特别大 规模特别大 好或者说股价特别高的公司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评估 我们发现 如果以指数来讲将近一半是电子 如果以台湾50%来讲的话 将近三分之二是电子 好我们看下一页 以美国S&P500 就是分布最广的 各位道琼只有30档成分股 那S&P500的话是500档的成分股 那S&P500的话呢 资讯科技大概占四分之一 这是全球最先进 而且股市市值最大的地方叫美国 美国的话呢 以它最普遍的这档指数 叫做S&P500指数的话 资讯科技大概占四分之一 差不多是台湾指数的一半 我们再看其他的地方 美国如果不做主我们看看欧洲 这是欧洲 那么欧洲呢 这个50指数 然后是到50指数 那我们看了 在资讯科技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占8.09% 不到10% 不到10% 那这个是非常最代表性的就是欧洲呢 那么重量级的50档的这个股票做成一个指数嘛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地方 看看其他的区域 日本也是先进国家对不对 美国啦 欧洲啦 现在看完看日本嘛 日本的话资讯科技大概占12.59% 在他各产业里面的话排名第三名 换言之 对日本来讲的话 资讯科技业是他这个占比第三名的产业 台湾是第一名 那所以不太一样 我们看下一页 那大陆呢 大陆的话 互生三百指数 就是上海跟深圳交易所 那么的前三百党的公司的话 做成的指数呢 我们发现资讯科技啊 各位排名第四占9% 那这个跟欧洲的话是有点像啦 好那大家想说 哇 先进国家看完了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话 我们也看了 产业跟我们很近的 我们常在讲的叫韩国 韩国呢 韩国有三星有LG 这样重量级的公司 它的资讯科技占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六 虽然是第一大 但是还不到四成 所以我们再回顾 刚刚提到说台湾指数的话 大概百分之五十是电子 那么以台湾五十的话呢 百分之这个六十四六十五左右 那么就是六十几个percent啦 是电子股 但是全世界里面的话 跟台湾可以说呢 常常大家在互相比较的 比如说韩国的话 其实就是三十七点四六 那如果呢 看到欧洲或大陆的话 资讯科技的比重再会更低 所以我们讲说 当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谁需要海外投资 你中压台股 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投资很多都是在电子股 那电子股好 当然很好 电子股不好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会受到循环性的一个影响 受到产业 单一产业淡忘记的影响 所以如果要分散风险 那么其实呢 可以透过海外的投资 透过全球的布局的话来做留言 那么还有哪些人 需要来做海外投资呢 那么我们待会儿 下一段的影片跟大家报告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 谢谢您的收看